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条放在一起看简直令人发笑 能在著名高校科研机构任职的科研人员 在博士中也是凤毛麟角 而一个不加任何限定条件的博士 就远远谈不上高级人才了 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在中国留学的博士生 普遍的水平是比中国学生高还是低 能不能指望他们做科研 中国往发达国家送出了大量的留学生 其中许多人做出了优秀的科研成果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但大家什么时候看到过 在中国的留学生做出结束科研成果的报道 这样的事即使有也实在太少了 许多导师对留学生的看法是负担 而不是助理 因为不少留学生基础太差 连完成学业都困难 结果还有导师绞尽脑汁 帮他们写篇文章送他们毕业 如果这留学生还要搞某些宗教活动 那就更酸爽了 如果不是需要非要分配名额 许多导师是不愿意主动去找留学生的 实际上愿意来中国留学搞科研的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是来读文科的 原因很明显 理工科的博士那么难读 如果不是真的感兴趣 而且资质足够 谁会愿意读理工博士呢 有人也许会问 美国为什么就能招到很多结束的博士生 因为他们的大学科研水平高 而且已经高了很多年 有做科研的传统 知道最新最重要的问题 杨志宁回忆过 他在西南联大受到的教育 可以说基础很扎实 完全不屈于美国 但西南联大做不了前沿的研究 因为不知道当时有什么新问题 当他到美国后 跟周围的人交流就能知道 粒子物理是当时最重要的新领域 这就是一种科研的空气 因此 期望通过引进高级人才 担任教授研究人员 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现在是很合理的 但期望通过引进博士生 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现在是不切实际的 将来也许能做到 但现在还远不到时候 那么 为什么要引进这么多水货留学生 许多人早就反映过 原因是教育部把国际化 作为学校平米中的一个指标 而且重量不重置 既然是KPI 那学校只好努力去刷 像2019年山东大学 给留学生找学伴 这样的荒唐事 就是这样刷出来的 如果条例像目前这样通过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条龙服务 不成器的留学生 拿着中国的高额资助来到中国 倒是想尽办法送他毕业 甚至连中文都不用学 然后在中国工作三年 就可以拿到永居权 然后一家子都过来 享受各种超国民待遇 我们不仅要问 这是图了个啥 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建设国家 难道就为了给某些外国人送优惠 获得几句廉价的赞美吗 曹操早就说过 不得目须名而处识货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 科技猿人 天下新王匹夫有责